提起槍枝 摒棄凝声 专注演习 他们是爱沙尼亚军队 从2014年俄罗斯摒吞克里米亚 一直到如今的乌克兰危机 他们就从未懈怠 因为俄罗斯总统普丁 早在2014年9月就列出 五个对俄罗斯有潜在威胁的欧盟国家 包括邻国波兰 罗马尼亚 爱沙尼亚 拉脱维亚和立陶宛 只要他下令就能在这五国部署军队 其实上方这波罗的海三小国 爱沙尼亚 拉脱维亚 立陶宛 恐怕更加紧张 因为他们也和乌克兰一样 都曾是前苏联的领土 如同乌克兰前总统波罗深刻的警告 普丁也心比天还大 波罗的海三国恐怕成为乌克兰后的下一个目标 波罗的海三国危机意识升温 开始一连串戒备行动 爱沙尼亚除了派遣军队前往边境训练 其实也有不少女性主动报名参加军训课程 她们扎起马尾穿迷彩军服 举起枪支 因为爱沙尼亚超过一半人口是女性 若必要时刻来临 女性上战场也是不得不的选择 而拉脱维亚2017年以来就有540名加拿大军队派遣进驻 组成战斗群 阻止俄罗斯扩张 但最近增加到700人 情势紧张连民众都有感 德国更早在俄乌开战之前就派遣军队抵达立陶宛 最近北约也在立陶宛边境部署超过3000人兵力戒备 尽管波罗的海三国是北约和欧盟的成员 但也不保证完全安全 因为没有人知道这位现代沙皇打的是什么盘算 若普丁下定决心要扩张 就算必须杠上北约欧盟也在所不习议 东盛 陈慧珍另外一波到